要不要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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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上海人在上海打了一个新加坡人 要被判几年 大家好 我是Helos 我又有朋友进去了 是刚出来 过了几个月刚出来 是怎么回事情 打架斗殴 他打得不巧 他打的是个新加坡人 外籍人士 对 你不管打的是新加坡人还是纳米比亚人 其实在中国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这事情是这样 一年多前 他怀疑他太太跟自己的老板有一腿 怀疑没有证据的 所以新加坡人是他老板 新加坡人是他太太的老板 在跟他太太有一次争执之后 他就去跟这个老板理论 理论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带了个死罗贝的 啥你晓得啥就是死罗贝的 就是个大班头 这些是我们后来才知道 因为他刚被放出来 我们再跟他复盘 首先他对于办案警官说 他那个班头是因为正好那天 家里水管坏了 他去买了这个水罗班头 然后顺路去跟这个老板理论 揣兜里 你们谁相信这个话 对吧 反正我是不信的 我说反正警官也不信的 不然不会你现在才放出来 是这样的 我再回溯一下 因为他已经失踪了好几个月了 我们都找不到他 突然前几天 我们找到他 才知道他在里面被关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你没有他太太的联系方式 所以也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回事 究竟关了多少时间 我最后告诉你们 那么他去找人家了 理论肯定是不开心的 他就无意当中 他跟警官是这么说的 无意当中抄起了水罗班头 在脑袋上砸了一下 砸出血了 砸出血了 他也没跑 他主动就报警了 对方也很傻 觉得你咋会报警的 报完警之后 警官过来要双方的身份证 对方拿出一张新加坡护照 他就进去了 然后警官这个时候也很慎重 就问了新加坡人 你要不要告诉你们大使馆 然后新加坡人就抄着三东口音 给新加坡领事馆打了个电话 真的是个狗血故事 给你们普及个知识 如果普通的斗殴 派出所警署就能处理掉了 最多关个15天 对吧 就算你去验伤 有个轻微伤就头打破 最轻微伤都算不上了 算不上 而且警官知道你们是这个事情 最多算你们个护殴 最多算你们个斗殴 各关15天算了 事情搞大了 这个事情就不是派出所能搞定的 就要上分局 没有上市局很好了 当天就被夹进去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叫P5 那叫配合调查 所以他是住的 不能叫住 那叫关在某区的看守所里面 那个看守所还蛮大的 我还知道在哪里 那么就是漫长的审理过程 你知道的吧 一旦有了一层外籍外衣 这个事情就闹大了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因为多了这层外衣 而导致所有的流程都被pending了 都变慢了 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新加坡大使馆 还是领事馆的陪同下才能进行 然后呢 人家又因为打伤了 对吧 我今天不能配合调查 明天不能配合调查 那另外一个就在里面慢慢的等了 对吧 那么后来家属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家属其实马上就知道了 只不过是他的家属不知道 我们这帮胡鹏狗友的电话 其实如果当时他太太知道我们的电话 还是有关系的呀 我们可以帮他想办法先捞出来 取宝后谁嘛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我们这帮胡鹏狗友的电话 不在他太太的联系方式里面 他就平白无故的消失了这么多 我们真不知道他在干嘛 因为你知道现在上海的情况不好 他自己也是做小生意的 我们真的是怀疑他跑路了知道吗 有可能的 据他描述 他在看守所里面还是很吃得开的 因为毕竟做小生意的人嘛 啊 贿赂贿赂这个 贿赂贿赂那个 在里面的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 听说还混一个小单间 这什么 牢头欲霸做做做 还有人给他洗衣服来 那混的还不错的 但是损失非常大的 因为他自己做生意的 这半年突然之间谁都联系不上他了 很多生意就突然之间停掉了 供应商也找不到你 客户也找不到你 虽然说公司还能勉强维持 但是很多大单子就流掉了 你说现在上海 中国大陆这样的经济情况 半年你没有收入 你工资要发 你公司要维持啊 他现在生意基本就垮了 而且就算我们这帮兄弟 我们也知道你怎么这么冲动呢 就是都四五十岁的人啊 他比我大 这么年纪大的人还这么冲动干嘛 你首先你要跟你太太去核实 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情 还是只是骚扰 最后按照他太太说法 他太太老板只是骚扰他 并没有有实际的什么暧昧啊 或者是这种正当关系在里面 你完全就是为了一时兴起 知道吧 还好他那天他也喜欢喝酒 还好那天他没有喝了酒去 喝了酒去事情更大 他还开一辆车 起醉病罚 我就不说你打架吧 就这个酒驾醉驾 那你就最起码在里面关半年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奇怪啊 似乎很多人 尤其像我们这种女性啊 好像不知道这种事情 后面应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他太太怎么好像 连任何的公关都没有跑过 跑过 但是其实跑错路了 他去请了一个专门的律师 但是那个律师呢 哎怎么说 有时候呢 女同志啊 不知道用正规手段来办 这种事情 你不用去托很多很奇怪的关系的 他就去托了很多奇怪的关系 那个律师什么叔叔的伯伯的 二婶的邻居 这种关系过来的 这么小一件事情 被你搞得这么复杂 而且听说白花了十几万 这种事情的律师费 因为这种事情是没有任何的 辩解的可能性的 你打人了 而且当场你自己报的钱 嗯 那你就是应该先把他 保出来再说 哎没有的 太太太就听那个律师 硬碰硬的让他先生在里面 住了这么多时间啊 混成了牢头玉霸啊 这不就是跟我们上一个故事里面 他们两个听律师的 什么都不去跟公安沟通 一样啊 对对对 而且白花这么多钱 因为我知道大概最起码白花了三十万 那个真的没有意义 你不像上面我们说的那个案子 它是经济案件 对对吧 那你靠钱可以摆平 这个是刑事案件 你不用一定去靠钱去摆平 而且对方是你的老板 你过去去服个软 你给他送点营养费 或者去去说说好话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就可能就会过掉了 好揭晓答案 最后一共关了多久 我先公布答案啊 他在里面其实只被关了六个月 就从他报警的那一刻开始 一直到他放出来 其实就关了六个月 但是他这几个月呢 又不好意思见人 所以到这个时候 才过来跟我们这包兄弟联系 所以我们这两天也在帮他复盘 也问他赔偿事情是不是结束了 那据我们所知 最后这个新加坡人是撤案了 因为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 毕竟人家也是做生意的人 而且毕竟对人家太太 毕竟对一个女性不礼貌 对吧 所以他也知道理亏 新加坡领事馆的 新加坡大使馆呢 也这件事情也希望他喜事宁人 所以那边的律师 也是把这件事情就压下去了 所以整个事情的处理 就是他们夫妻来没有处理好 原本如果可以早点和解 他根本不用在里面待这么长时间 打架到15天20天 一个月吧就放出来 在里面住了六个多月 所以我们又要回到一个话题 上一次我就提出来说 警察公关 这个事情其实也应该去公关 这个事情倒真的应该公关 对了 提到这个公关 我说个回 他太太脑子糊涂到 去公关看守所的狱警 说你让我先生日子好过一点 但是他就没想到去公关办案民警 办案民警其实可以在当中协调的 他可以去跟领事馆人 或者是当时那个新加坡人说 所以他的单独那个寓所 以及他的老头与霸是他太太公关出来的 买出来的 毫无价值 你花了这么多钱 你相当于花了这么多钱 让自己先生在里面住了半年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他太太的目的 有这个 但是据你跟我讲的 他们其实现在感情不错 他们俩感情真不错 你要知道 他们的大儿子已经18岁了 他们还刚生了个小儿子 是啊 感情这么好 他当时为什么会怀疑他太太 然后他太太 为什么会把这事情处理成这样的 我真的不理解 但是生意完全毁了 我就告诉你 现在他只能跟着他太太一起做传销 算了 传销也没什么不好 对吧 真的能赚到钱也可以 那是个销售高手 真的是个销售高手 如果你们谁 对于快销品的线下销售 还有兴趣的话 可以请他 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快销品 信下销售也不咋地 大家都在网上干直播是吧 他这种算不算开不出无犯罪证明的 开不出 他算犯罪了 这个我倒没办法真的回答你 因为最后是撤案的嘛 我现在有点搞不懂了 就是好像做什么事情 在中国大陆都要你去看 所谓的无犯罪证明 严格的说我们谁都开不出来 对吧 我也9家被抓管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不要再有人进去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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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